在近日的俄乌战争中 波兰作为乌克兰的西面邻国 自然懂得唇王齿寒的道理 不仅提供枪支弹药 更是援助了上百辆重型装甲装备 然而这些装甲车辆中 却没有波兰目前最为先进的步兵战车 那就是该国的欢式步兵战车 该款步兵战车作为波兰现役最强 自然不能轻易拱手送出 火力军今天就为各位看官 好好介绍一下这款步兵战车 波苏克在波兰语中意为欢 波兰人以此命名步兵战车 显然是期待其能像欢一样 坚韧勇猛灵活 该款步兵战车的研发单位 为波兰斯塔洛瓦沃沃拉钢铁集团 简称HSW 该集团可谓是波兰最重要的 军事装备生产商 冷战时期 波兰陆军国产的大部分装甲车辆 均由该公司研制和生产 波兰甚至在其他工厂周围 发展了一座城市 并以它的名字命名为 斯塔洛瓦沃拉针 该集团曾深度参与 苏式战车坦克的本土化生产 而今又按照北约标准 制造武器装备 因此这款欢式步兵战车的设计 带有对多国步兵战车 长处兼容并收的特点 该款式步兵战车的布局 和当今绝大部分的步兵战车类似 分为三个主要舱式 前部为动力舱段 右侧发动机舱 左侧为驾驶原舱 中间为炮塔 后部为载原舱 车组成员三人 可携带六名全副武装的步兵 后部成员舱门 与西方步兵战车的 跳板车门不一样 为单侧右开车门 欢式步兵战车长7.33米 宽3.4米 高3.1米 动力系统采用MTU公司的 八缸柴油机 最大功率600千瓦 与之匹配的是 英国伯金斯公司X300型船动装置 具有四个前进挡和两个到达 最大公路行驶速度可达每小时70公里 悬挂系统采用英国霍斯曼防务系统公司 生产的液压气动悬挂系统 使其能以较高车速在起伏地上行驶 因为步兵战车的本质是运送步兵作战 所以欢式步兵战车比较注重装甲防护 车体采用钢板焊接结构 车底由防弹装甲钢焊接而成 安装陶瓷或复合装甲后防护力更强 它不仅可以抵御来袭的穿甲弹 榴弹破片 对地雷和路边炸弹也有一定抵抗力 装甲使用复合装甲和陶瓷装甲 其基本型号标准重量25吨 除此之外还有更重的变形型号 具有更高的防御水平 欢式步兵战车和德国的美洲师步兵战车类似 也可采用模块化装甲 标准型增加附加反应装甲后 增重至31.5吨 另有达到40吨重的重型型号 其权重达到美洲师步兵战车水平 不过在顶配版装甲防护下 该步兵战车会丧失两性能力 此外该步兵战车也配有三防系统和自动灭火翼爆系统 可在紧急情况下为成员提供防护 它的油箱固定在车尾两侧 在增加车内空间的同时 能有效减少车内燃爆的风险 尾仓门类似德国的美洲师步兵战车 采用了中部内线的凹型设计 以保证步兵下车时能得到两侧车体防护 履带为6个小直径负重轮 可挂在橡胶履带轮 欢式步兵战车采用船型车手设计 后部有喷水推进装置 因此具备两系能力 车体密封处连同舱盖口处 都由防水件连接 能以每小时8公里的速度进行航渡 还可以控制战车在水中倒车和转向 能够以较高的机动性穿越水上障碍物 具有良好的涉水能力 5G系统方面 欢式步兵战车配备了一座波兰产的 ZSSW30型无人炮塔 炮塔主炮为一门ATK公司30毫米大毒蛇二星机炮 与美制M2A3布雷德利步兵战车类似 火炮复阳脚从-9度到-60度 凭借较高的阳脚与较宽的设计 它可以射击高层建筑内的目标 射速为每分钟200发 能够发射夜光穿甲弹 高爆弹 唯一稳定穿甲弹在内的多种弹药 该炮塔的主炮如需进一步提高火力系统 还可以换装大毒蛇40毫米机炮 主炮右侧为一艇7.62毫米同轴机枪 炮塔右侧为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 携带两枚以色列拉费尔公司的长丁反坦克导弹 对世界主流的主战坦克具备超视距打击能力 同时该款导弹不仅能对主战坦克实施攻击 还能打击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和攻击机 在炮塔前部的右侧有两个四烟物发射器 并配备了激光警告系统 在全车的通信能力和感知能力方面 欢式步兵战车相较于波兰老款的BWPES步兵战车 提升幅度可谓是相当巨大 配备了全球定位导航系统 数据链 战场管理系统 车辆自检系统 以及与北约兼容的数字化无线电台系统等 它可实现车辆之间或与其他作战平台的信息共享 和实时数据传输 在战场态势感知方面 其配备了双向稳定瞄准系统 车掌周视瞄准系统 红外热成像仪等 使该款步兵战车拥有较强的战场信息获取能力 欢式步兵战车的设计很注重细节 其弹药放置在无人炮塔内 并且储藏在一个专门设计的防训爆仓内 在增强安全性的同时也保证了火力持续性 同时还配备了燃油自动控制装置 保证了其中一个油箱损坏时 不影响另一个油箱的使用 说了这么多先进的地方 欢式步兵战车也存在一些不足 由于车上加装了如此多的设备 其内部空间被挤占 导致该款步兵战车可搭乘人员较少 在原舱只能搭载6名全副武装的步兵 当然这也算是现代步兵战车的通病 由于越发注重机动性、防护力和火力 步兵战车内部空间都有明显的压缩 很少能见到像以前那样 轻松搭载10至12名步兵的步兵战车 在步兵搭载数量减少的情况下 步兵战车将更加注重向高新技术与自动化系统借力 比如一些步兵战车开始与无人机、无人战车搭配 以便在步兵搭配数量减少的情况下 确保战斗力不降反升 然而根据目前已知的消息来看 由于波兰自身的无人机发展原因 欢式步兵战车并没有相关的功能配置 也许在未来相关技术发展成熟 也会加装相应的功能模块 按照波兰陆军的规划 HSW集团后续将以欢式步兵战车的底盘为基础 研发出指挥车、侦察车、医疗后送车、工程车等多种车型 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模块化通用履带平台 波兰国防部计划购买多达1600辆欢式步兵战车 其中包括800至1000辆步兵战车型号 和多达800辆的特种专用型号 总的来说 HSW集团研制的欢式步兵战车 是一款达到欧洲标准的步兵战车 在追求性能向欧洲先进步兵战车靠拢的同时 其战术水平满足了波兰陆军的要求 虽说很多关键设备都是国外采购的 但在其国力范围内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国产化 与世界最先进的重型步兵战车相比较 如德国的美洲师KF41山猫步兵战车 瑞典的CV90MKS步兵战车等 欢式步兵战车在总体上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能够满足波兰陆军的需求 并融入北约军事集团 这对于波兰军工和国防工业都是不小的进步 好了 关于欢式步兵战车的介绍就到这里 你们认为该款步兵战车性能如何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